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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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现场有些惨烈 死者的身体被车辆撞击伤害得非常严重 此时已经有现场围观的村民认出了死者 死者杨兰英家就住在距离案发现场一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 很快他的家人就听到了这个噩耗 杨兰英老人的突然离去 让他的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他们说老人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身体一直十分硬朗 近两年还经常出去旅游 平时在家的时候也闲不住 事发当天他一大早就起了床 准备去下地赶农火 五六点钟他就起来了 天还不亮 他就从家里面出去地里面 谁也没想到老人这一出门就没能再回来 此时警方已经在现场找到了那辆肇事车的车主 苏某江说 他当时的车速有些快 没有注意到有人过马路 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他跟我们说 出事的时候可能天还不太亮 车速快了点 也没怎么看清人 然后突然就把人转到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至此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过程似乎已经很清楚了 杨兰英老人应该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苏某江驾驶的车撞倒身亡的 可是在接下来的勘察和询论中 警方却发现案子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发生事故的这条路是通海线往玉溪市区的一条必经之路 沿途的两侧分布着很多村庄和农田 为了方便村民们日常通行 道路中间设有多个小路口 道路两边的村子 村民到田间 地下的干户都要创意工的 所以我们的干户生活都比较频繁了 据了解杨兰英家的农田就在路的对面 他当时应该是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被苏某江的车撞上的 然后出示那个地点是一个小岔路口 根据我们现场勘察那个通转点就应该在那个岔路口那个位置 这起交通事故里肇事车辆在现场 司机也承认事故就是他造成的 警方的调查似乎很顺利 但是经验丰富的交警在和苏某江的交谈中却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警察询问苏某江一大早五点多钟他开车去干什么 他的回答有些不太正常 可是警察知道通海县对娱乐场所的经营时间是有规定的 这点和苏某江说他去接孩子的理由似乎不太符合 其次警方在勘察事故的时候发现 肇事车所在的位置和地上的拖行痕迹的比对有些奇怪 事故现场那个散落物以及那个路面痕迹 有一条很长的人体组织的拖印 这个拖印应该是造势车面 脸压拖拽这个池子 在地上面上形成了一条痕迹 这个痕迹大概有二十多米长 警方推断 这些交通事故的碰撞点 就在这个可以横穿马路的小路口 从痕迹分析 当时车子撞到老人后 应该是往前拖行了二十多米 撞到了中间的护栏上 又滑行了一段时间才停下 也将老人向前甩到了更远的地方 那么按正常情况 车子至少应该停在距离路口二三十米远的位置才对 按照这种碰撞的这种力度的码 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发生时速是造势时速 这个车速应该比较快 就算刹车也要刹一段距离才能停下 可是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却发现 钓示车所在的位置距离那个出事的路口只有几米远 这个情况说明车子在发生事故后曾经被移动过 但是现在私体倒是在这个撞点的前一 然后这个造势车辆就摆在这个撞点的位置 就不符合原始现场 这一点就可以了 而且警方在询问苏某江事故发生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时 他除了反复说是自己开车撞的以外 其他环节都说记不清了 这一点也让警察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我们问他你当时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转点是在哪里 他就有点含糊 他就是说自己太紧张了 太慌张了 记不清了 然后一下又说 在这个造势车链摆放的前方位置转着的 一下又说是在这个造势车链摆放的位置的后方转着的 警察将苏某江等人带回了交警队进一步调查 按照苏某江的说法 当时车上除了他还有他儿子和另外三个男孩 当警方询问那几个孩子事故发生的过程时 他们都说不清楚 然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说 在小厢局睡觉了 根本就不知道是如何转的 随即警察开始在现场周边进行走访 希望能找到目击者或者其他线索 因为经验告诉他们 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才能对案件下结论 很快在走访中 警察找到了一个在案发现场附近干活的村民 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个村民描述当时天还没有大亮 他一大早就到路边的田里干活 他听见声音后抬头 透过树叶看见一辆白色的车停在路上 他当时并没有走过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注意到了车上随后下来了几个人 有四个人啊 他过得是吵了一吹叫 似乎了一动脱一笑号就走了 他车就踏走了 这个线索让警方此前的推测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肇事车辆在释放后确实移动了 那么当时开车的是不是苏某江本人呢 这个情况一时间还无法决定 行事轨迹证明有人在撒谎 监控录像显示司机另有其人 因为他那个Z轴特性挺明显 还有一个挺明显就是他大大眼镜 手机信息暴露谎话内容 同车小伙伴说出实情 他出车的内容他就告诉我们 就说他出车太远色 可疑的现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起交通肇事案的真实情况 警方调取了事发当天这辆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监控录像 很快 他的行驶轨迹就显示出 苏某江果然撒了谎 警方调取了这辆肇事车在路上行驶的监控录像 惊奇的发现他当天根本没在通海县本地活动 我们从那个监控技术上发现这辆车从昨天晚上 两点多钟就从通海出发去到玉溪 但是根本不是说这个早上五点多钟才从家里出来 这个完全是假话 监控录像显示 5月22日凌晨一点多 这辆车出现在通海县是往玉溪市的那条公路上 警方仔细审看沿途的卡口照片后发现 当时的驾驶员不像是苏某江 而且从那个监控卡和相片来看 去到玉溪的驾驶员是一个年轻的 年轻的孩子 然后旁边也坐了人 画面中出现的这个年轻男子是谁 他和苏某江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车辆从玉溪返回通海时换成了苏某江开车呢 警方继续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审开 发现这辆车在当天早上从玉溪往通海方向驶去 早上是五点过几分又从玉溪返回通海 在这个银河路上都被我们监控拍下 而且拍下的驾驶员的特征很明显 画面显示返回通海的途中开车的仍然不是苏某江 而且警察发现这个驾驶员很像苏某江的儿子 因为他那个衣着特征挺明显 还有一个挺明显就是他大眼睛 虽然他大眼睛其他人都没大 我们再通过我们带回来这几个 他的儿子和他同一几个 那个衣着特征 还有那个体型分析的之后发现 他那个从去玉溪到回来玉溪 这个驾驶员拍到了监控卡口相片 全部都是他那个儿子苏某江在驾驶 苏某江的儿子今年刚满17岁 还没有到可以考取驾驶证的年龄 这样看来苏某江向警方撒谎了 而且他儿子苏某和车上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参与了这个谎言 随即警方对苏某江的儿子和同车的那三个小伙伴的手机进行了检查 果然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 他们的微信聊天居然显示他们是相当过了 他们四个小孩都相当过一口要咬定 就是说是他父亲苏某江叫死机动车发生的交通时刻 这几个孩子手机里最后联系的时间 正是警察将他们带往交警队的那段时间 内容显示苏某江的儿子苏某跟那三个小伙伴说 让他们坚称是他父亲苏某江驾车发生的事故 并且商量好警察问起的时候就说他们在车上睡着了 不知道事故发生的具体过程 因为这几个孩子还没有成年 警方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 让他们说出真实的情况 跟他们交接交代了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问题 不能包庇也不能做伪证 因为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 还是导致一人处罚 这个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 在警察讲明了厉害关系后 同车的三个孩子终于低下了头 他们承认自己确实撒谎 他父亲来了之后 他就告诉我 就说他父亲开的车 就让你们说是他父亲开的车 对 同车的孩子说 前一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通海线的一个网吧打游戏 玩到了凌晨一点左右 此时几个人商量干脆去玉西吃宵夜 可几十公里的路怎么去呢 此时苏某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 我还问他怎么去 他说你不要管 然后就他就开着他爹他妈的车 然后带着我们去 当天凌晨两点 苏某把自己家的车开了出来 由他驾驶 四个人一起向玉西式驶去 路上他们开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那个监控卡口有两处拍到 一处拍到它是134码 一处拍到是181码 虽然说这个监控卡口 它不是这个专业的测速设备啊 但是说可能先误差也不是太大 既然能拍到两次都是严重超速的嘛 证明他这个一路上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因为这条路段限速是70嘛 70公里每小时 他们开车到了玉西吃完宵夜后 在凌晨五点从玉西返回通海线 仍然由苏某开车 当时天刚开始露出一点光亮 路上没什么车 他们的速度依然很快 然而就在距离苏某的家已经很近的那个路口 事故发生了 发生事故的时候 就感觉路有点颠簸 然后就醒了 那很大的那种转机声 就说 好他好像转到人了 然后我们都有点不信 以为他在开玩笑 然后看了点那个玻璃 然后还有他的驻驾门也打不开 然后他们三个就下去查看 我就站在车的旁边 车子停下后他们下了车 走回去看了一下现场 确定撞死了人 几个孩子都吓坏了 就坐上车讨论 然后说他一定要回家 他和他争吵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和他下来了 然后就在那里抱紧 开着肇事车 回家吹喊他的书信里去 苏某驾车离开后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现场 随后苏某将站出来 说是自己开车撞的人 在去交警队的路上 几个小伙伴就收到了 苏某手机发来的信息 儿子闯了祸 父亲来顶包 糊涂的父爱 不可能成熟之中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唯一能寻找的 就是我的父母 然后发生这个事故之后 他觉得应该他父母 会把他担心的 可疑的现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事情至此已经基本搞清楚了 这起交通事故 是苏某驾车造成的 苏某将是替儿子来顶包的 警方再次对苏某将进行了询问 希望他实话实说 不要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苏某将犹豫了一会儿后 向警方承认 他确实撒了谎 我就顶了 我只要叫我儿子说 你不要怕我 我拿肤子 首先承认了这个 他来顶替这个事实 确实是他儿子 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当时这个情节呢 对父亲呢 有过说 不只能陪伙我们的嘛 他否认就是进行包庇嘴 然而此时的苏某 却依然坚称 车不是自己开的 那你开不开 不不不 是因为我开的人 嗯 是自己开不开的 不是你开的人 不是吧 你走到的 我走到一年 可能一个是心态问题吧 他这个年纪 是一个马上即将成年的 十七岁的孩子 可能从小有什么事情都是父亲啊 父母帮他包了嘛 可能有什么问题父母都会帮他解决 可能有这种心态 然后发生这个事故之后 他觉得应该他父母会帮他摆平的 直到第二天 警方在看守所再次训问苏某时 他终于承认车是他开的 人是他撞的 因为自己的年少不知 对法律这个 知识的这个 争取 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个 不可弥补的这个错误 而不到十八岁的苏某 是怎么成为一名司机的呢 苏某说 他跟朋友学会开车后就有些手痒 于是他就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把自家车开出去玩 关于这点 苏某将说 他确实不知道儿子会开车 苏某说 5月22日凌晨 他也是趁父母睡着了 偷偷把车开了出去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次开车的后果是如此严重 因为没有学过驾驶的安全常识 车速又很快 他没有注意到路口的行人 撞到了准备过马路的杨兰英老人 都是吃素是有点快 但是具体是快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然后开过去 然后我没有见到那个死者 他从这边走过来 他并不是在中间这样子 也不是先就在中间 他是从这边走过来的 就撞过去了 汽车的左侧直接撞到了老人 而且又往前行驶了几十米后 才停下来 苏某知道自己是无证驾驶 发生了交通事故 后果肯定很严重 他没有留在现场 就开车回家了 苏某将跟苏某开车回到现场 看到被撞的人已经死亡 警察也在随后赶到了现场 他当即决定 自己代替儿子 承认这起事故是他造成的 我最怕尽量老给孩子 生害 自家的孩子 他内容自家不敌 东叔的想法是最用的 他说什么 东叔他没说 没说话 没说 一个没有教室证 跟一个有教室证的比起来 是一个是特别容易解决事情 因为应该是特难 因为这附近的家是人 所以刚才叫到父亲来顶报 努力是因为讨别法理的罪人 第二还想报报信 苏某看到父亲站出来顶替他 也就没有出声 这起交通肇事顶报案 很快就被警方调查清楚 此时苏某将认识到自己这么做 并不是在保护儿子 苏某也明白了 自己的行为给杨兰英的家人 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 因为我自己的年少不知 给你们家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在此我先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 真诚地恳求你们 能够不说原谅 就给我一次重新做人 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目前苏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 欢迎张教授 你好 张教授 这起案件当中 开车造人身亡的是个孩子才17岁 这个年龄开车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呢 这个案件的特出现就在于驾驶的人 他是一个未成年人 那么他肯定是无证驾驶的 另外再加上超速一些其他的行为造成的这种事故 虽然他是特出性是未成年人 但是在行为属性上 那么依然还是属于无证驾驶行为 那么依然属于交通造势 当然按照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构成交通造势罪以后 是可以重新处理的 那么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孩子的父亲孙某江替孩子顶包 还有那些他的伙伴们也都撒谎 这种行为如果在法律上认定的话 他的父亲还有那些撒谎的小伙伴应该怎么认定呢 他的父亲那么去向司法机关承认是自己交通造势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就是民间说的顶包 这个行为是一个包庇行为 那么其他的小伙伴 那么同时也向司法机关做了这种虚假的证明 那么所以这两种行为 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小伙伴们 统称都是叫做妨害司法的行为 那么提供虚假证明 实际上是做了伪证 索性这个案件看 第一他的行为比较轻微 也没有形成后果 很快就被拆穿了 所以也是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进行了训诫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特别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家长 像采取这个方法 最终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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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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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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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